我们俩是经过朋友建设认识的 至今结婚一年了 一年来我没有感受到 他对我的关心体贴和照顾 他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我对他说的任何话 任何解释他都听不进去 解释在一味的指责我 他除了对我猜忌 就是怀疑 我们俩之间已经缺乏了 最基本的信任 我们现在已经无法沟通 也找不着共同的语言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日子 还能维持多久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小安 23岁来自麒麟物园 女嘉宾小高 23岁来自黑东江自由职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对面这个男生跟你是什么关系 夫妻 结婚多久了 结婚一年 今天谁要来的呀 我要来的 来干嘛呀 她从结婚之后 跟结婚之前变了一个人 我俩结婚之后不到一个月 我发现我怀孕了 但是她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对我不管不顾 回家躺着就会玩手机 我让她给我倒洗脚水 你不会等一会儿吗 后来就是我睡着了 她也没给我倒 孩子怎么样 孩子已经被让她气得已经流产了 自己流掉了还是 她气管不好 然后我托我妈妈从很远的地方 给她买药回来 吃上半月好了 然后她就开始抽烟 然后第二天早起也来吧 她去上班 我先给她发微信 看看气管怎么样 她不回 打电话不接 然后我就下楼去她的单位找她 然后我就从楼上摔去了 哦 孩子就没了是吧 对 去年夏天吧 五波骨摔了 摔骨折了 我回我妈家养病去了 我让她去给我热饭 进屋吧 就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呢 过碗瓢瓶一顿摔 吃完之后告诉我 你吃不吃 你不吃我走了 那么我上班时间着急嘛 过碗瓢瓢就没清饭 然后等到就是第二天晚上的时候 然后她把她同事领到我们家去喝酒 床顶上什么花生皮子 瓜子皮子都有 等我一回家 我说我这怎么睡呀 也没法睡呀 她再告诉我 啊 那个 你就不会等着我明天晚上 下班回来的时候再给你收是吗 我说那今天晚上我睡哪儿啊 收拾啊 尾巴骨摔完之后 我连站都站不住 还有吗 我要是晚上睡着了 她会从我微信里头偷闲 这叫什么偷钱 你这个词用的 准确说就是我微信密码啊 还有都是指纹解锁 她全部都知道 你动钱的话可以 起码你在我没需要之前 你跟我说一声 连说一声都不说一声 第二天早起来 我还得自己翻那个微信的转账记录 我才看着 你怎么像防贼一样啊 姑娘 我不是防着她 今天假如说你给她一百块钱 等到下午的时候或者晚上 你就会接着电话 你再给我发一百 人家没够刮 那么我是为了就是 今天早上是吃饭 我坐车啊 就这个钱 你这管得也忒紧了吧 是 不管得紧 开工资三天热 请朋友吃饭 朋友过生日 比我媳妇过生日都好 给朋友过生日花六百多块钱 给我过生日 就给我买了一个蛋糕 花了三十八 这你也比啊 不是说比 起码就是说 对我一个态度都没有 你经常从你媳妇那儿 偷偷地拿钱吗 我这词 我说的我都变嘴 你知道吗 没这么问的 也 也不对 反正有时候她 你一个月花多少钱 一个月也就是 一千多吧 你一个月开多少钱 你一个月开 三千 还行啊 手不大呀 那一千块钱 那她都说少了了 背后给她打多些呀 就她没说实话是吧 对 行 这就算花钱大手大脚 最可气的就是 她开了工资没给我 格案上自己买了一个手机 告诉我是她同事使用的 更新的似的 然后告诉我钱放她姐那儿了 我管她姐要钱的时候 她说了 这人咋这样呢 没放我这钱 怎么还能说放我这儿呢 都她对我干的事 你撒这个谎干嘛呀 因为我要使那个旧手机 是斯拉卡 我先我跟她说了 我说买一个新手机 我怕她不要 然后就撒谎 对 还有别的吗 然后就是我哥家养病期间嘛 人家我上医院检查说了 三个月不能动她 什么病 就是尾巴骨 尾骨摔了 因为那个尾骨吧 就是我上医院检查了以后 都可能影响我生育 她可倒好 告我 你得上班 你不上班说她家人 所有人都瞧不起我 然后另外就是 我要是对她稍微大声 说一点话吧 她就说 你都不会对我小声说呀 我小声说话的时候 她一句都听不清 她在干嘛 玩手机 玩游戏是吧 手机那游戏都比我重要 她每次上班回的时候 她要是不顺心 个单位跟同事 抄抄完之后不顺心 她回来得拿我撒我 咋撒呢 就是进屋之后 手机 烟 打烧机 都往床上一撇 然后我还得跟保姆 是送她 送不好了 就得说你啊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觉得伺候是怎么伺候啊 具体点 给她做饭 给她打洗脚水 还是干嘛 做饭 洗衣服 洗脚 都得是我 洗脚也你媳妇给洗啊 也不怎么让她洗 有时候我累了 就是我自己泡着脚 我累了回去 就是把东西往床上一撇 也不是什么发脾气啥的 这是你们俩的 婚后真实的生活啊 对 我现在就是感觉 就是跟她过日 特别的费劲 你们俩谈了多久 恋爱结的婚啊 谈了一年度 彭介绍的 他彭跟我说 你跟她说 行 你们家现在谁说的算话 说话算 那个大男子主义 他说话算 对啊 我要不 他拿个钱都是偷 他说话算 你要我信谁啊 我这 我现在所有的事情 都得听人家的 要不提 人家就给你甩脸了 结婚一年给我提灵魂 就提三次了 你没同意啊 我同意了 咋没离呢 我要说去的话 他自己就缩回去了 这日子可怎么办呢 各位老师 你们给支支招吧 我们一起进入 新腰美容APP 丘比特问卷 其实在我个人的印象中啊 早婚的失败率 是非常高的 你们俩22岁结婚 才一年就闹到了 三次提离婚的地步 所以 其实本质上 这就是一个 缺乏对爱情跟婚姻的 认知的问题 你们现在需要通过 了解 理解 体谅 体贴 不断磨合 才有可能改变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 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缺乏信任 我信任他 他不信任我 信任是需要相互信任的 为什么钱 他不敢名正言顺地找你要 他其实找我要吧 但私我都给他 对啊 既然都给了 为什么还造成他要偷 所以我还是那句话 信任一定是相互的 不是你单纯 你只信任他 他不信任你 我觉得你对他的信任 也是有限的 我在信任他的话 我估计我家里的大部分钱 都会被让他去冲掉游戏里面了 你要再说你会被怼死 不 本身我并不是要劝导你什么 我其实想说这小伙子 你得学习怎么做个丈夫 你好好得上这一课 我希望你们俩通过重新建立信任 找回你们之间的爱情 找回你们之间的亲情 信任就是再次感受到真诚 好吧 这句话送给你们 好 谢谢陈老师 莎达老师 二位好啊 你俩为啥要结婚呢 为啥呀 我现在就没听明白 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一直在问我自己 因为你看你们两个人 这婚后的日子过的 真的这日子就完全让人 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死气沉沉 女生 你一直在说 你特别委屈 表面上也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表情 但你说了所有的事 我没有觉得一件事 是非常非常严重的 就说那个非常不幸 对你来说 人生当中非常不幸的那件事 我觉得都是你自己咎由自取 这话有点严重了 但是我觉得 你永远都有理由 就是别人说什么的时候 你永远都有理由在等着 你从来没在你自己身上找过问题 这是你最大的问题 你现在心里之所以不平衡 是因为这个男人 在跟你结婚之后 你发现不对 他开始反抗了 我失去了控制他的权利 所以让你开始变得小事上 一直斤斤计较 如果你把你的格局放大一些 你的日子可能就会变得 美满幸福一些 如果你把你的格局变大一些 也许那个孩子就不会离你而去 就即使不离我而去的话 他天天回戏就是板着一张脸 进屋就是不保护 你也一样啊 包括你说话的语气 语态 面对你这样的表情 一样的 所以两个人如果都没想好 结婚之后的日子怎么过 都觉得稀里糊涂就这么过的话 我觉得这日子到现在为止 可以不用往下过了 因为你们一加一 小于二 结婚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谢谢 好 谢谢沙大老师 黄红秀 我此刻也确实很恍惚 站在我面前的是两个成年人 但我感觉你们两个真相是未成年人 我们说从恋爱爱情到结婚 它是一个刮手递落水到渠成的过程 而你们两个人的爱情根本没有成熟 就被你们提前的摘下了果子 我都要注意一下 现在的女生啊 成熟过早 我这个成熟打引号 管得太宽了 从婚前就开始管 一直管得婚后 你们就不嫌累吗 你为什么嫁给她呀 是因为她听话 你说的吧 对 管嘛 只有一个管理者才会对部下说 你是一个听话的部下吗 不是 婚前都不用管的 是不是你说的她听话 是 听话 你不发指令她会听话吗 不用啊 不用啊 对啊 她这么聪明吗 你觉得她的情商有那么高吗 你一句话不说 她知道给你做下一步做什么 你告诉我 如果她是这样的话 知道 算我错 如果她是这样的话 算我错 她真知道 你知道吗 她不用说话 你都知道要干嘛 对 我向你道歉 我错了 对不起 我先道歉啊 我一定道歉 这件事就是这样 错了 我们就道歉 接下来我就反问了 你情商那么高 为什么结婚之后 你变傻了呢 大家听所有的事实吧 其实吧 都是傻嘛 她吧 不是变傻 你知道吗 她是可能跟你装傻 她是装的 你就给我讲 为什么 一个好好的男人 到你手里 她开始装傻了 她通过装傻 能获得什么 她什么都获得不了 她能啊 她获得什么了 你告诉我 她获得什么了 除了骗我 就是骗我呀 对啊 她骗你 她有乐趣吗 她有啊 她骗你有 你骗她有乐趣吗 她说没有吧 那你那丝 那你同事 那么晚了 叫你去玩台球去 我跟你说 我说让你溜往溜达 你又去 这就是我要说的 你在婚前的时候 有没有这样 没有婚前都是她自己主动 不是 她要去玩台球 你会管她吗 不管呢 不管 也就是我们可以推论出来 在结婚之前 你给她了一个宽松的时间 她跟你的交往是愉悦的 而在婚后 你把这个男人完全的时间 全部都挤压起来了 从金钱到时间 你都把她管起来了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很简单啊 迷惑什么呀 她有她的问题 你有你的问题 如果迷地奥糾 在这段婚姻当中 谁的问题更大 那一定是你 错了 她的问题大 对 因为她是 没事 不说了不说了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我第二次向你道歉 跟你聊天 不说了 这个胸闷 然后闷就闷就快炸了 陈昊我跟你说还好还好 因为日子是她过嘛 她难受我也不难受嘛 我这个就是 永远是这样的 我只请你记住一点 如果你在生活里面 永远是正确的 对不起 你疯了 因为她毕竟就是说 下班都是 九点大了 十点了 所以我怕你了吗 我不说了吗 你看我都怕了吗 然后我就心里 不想让她出来了 我们俩都不过日子 我都怕 我怕了姑娘 你别说了 我怕了 我跑 我怕了 我真的怕了 因为你没有错的地方 我不 我其实吧 错就错在于 就是我婚后 就不应该管她 不应该什么 我就不应该管她 一直放 不应该什么 我就不应该管她 啊 这不是跟我说的是 一个观点吗 怎么我说就是错 你说就是对的呢 谢谢啊 谢谢你第一次反思 我认错也就对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谷发红堂 真情六十秒 我想对你说的是 你以后别再生我气了 我都会听你话 你要我做什么 我会去做 因为你每次都是嘴上说 你从来都没把我 当成一个媳妇去看待 我可能就是 你找了一个保姆了 从初罪上 一直到结完婚之后 一直在伺候你 我天天都在看 你的脸子过日子 我真不知道以后 我是否能再管着你了 因为你自己也知道 你自己开公司 就是三天乐 乐完之后没钱了 没到开支日子 你还得请同志 这是什么吃饭 都得失误吧 去掏这个钱 我真没法 请亮灯吧 谢谢两面啊 请回 谢谢你们 好 来 请关门 来 又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